25就是乘之后的结果丢给X 就是我们乘出来的结果 那就是公尺已经被转换为因尺了 那我要怎么秀呢 特别注意它这边有个秀出来的结果 那结果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结果档 结果档里面呢 就是它要 这个有点不太清楚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格式 有没有要这样子 这边秀出来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按照它给我们的体本 要的我们把它做格式化 所以setTest里面的话呢 就是先放什么 放我取得里面它输入的多少公尺 就点0公尺 因为我们会有个点0 后面的话加上一个什么 把它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就是用什么NF NF就是我们这个Decimal Format的实体 就是这个物件 然后它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Format 再把X放进来 串到后面去 串到后面之后再加一个因子 这样显示出来 就会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了 那一样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程式码复制 贴上应该会吧 就是贴过来之后的话 再把B1改成B2 改B2之后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只要把 前面都一样嘛 只要把这个后面规则 乘上0.3048 其实这个考试 如果是考试的话 上方会有个说明 各位也不用背 上面都有了 而且提本里面也有 就是乘上3048 然后呢 也是一样 前面本来是公尺 把它改因子 后面把它改为公尺 两个对调 这样子的话 B2就写完了 所以其实B1跟B2 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稍微要改一下 我想这部分的话 123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有两个menu 那个这两个menu的话 就是关于跟这个 这个地方 我按一下重色 里面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假设说我今天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词 这个值的话是123 转换 转换之后的话 这边两边都可以转换 那当然评分老师会这样 两边点点看 然后再按一下menu看一下 按下重色 这边里面要清掉 这个要清掉 这个要清掉 清掉的话 给空置串就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做 另外考试当然只有一个 我们又做一个关于 关于里面的话 要跳出什么 TOS TQC202这样的讯息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先把 前面的部分先做完 等一下 再来看一下 如何建立menu 我想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建立menu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